比比东是在什么时候冲击罗刹神第九考的呢 动画早就在220集时 就给出比比东冲击罗刹神位的剧情了 当时的唐三与千刃雪正在第七考 还在拔神器呢 只是比比东缺少了神器引路人 也就是大功奉陷阱 无法开启第九考神器传承 他只能凭自身的硬实力强行进行传承 在220集中 很明显地看到比比东因实力不够 无法进入罗刹神传承之地进行传承考核 之后比比东也是气急败还 唐三 若不是你 当时比比东缺失了两枚十万年魂环 也就是被唐三救走的大名二名 当时比比东在星斗大森林抓大名二名 就是在为冲击罗刹神做准备 但大名二名被唐三救走了 这大大的延长了比比东的成神时间 可以说是唐三不仅是救走了大名二名 也间接地救下了整个天斗地帛 甚至整个斗罗大陆 要真被比比东得到了大名二名的魂环 比比东在嘉陵关大战前成神了 而那时的唐三与千刃雪还在进行第八考 比比东已是罗刹神 不过还好唐三破坏了比比东的成神计划 将比比东成神的时间延后了许多 在最新大电影预告里 也能看到比比东已经成为了罗刹神 妆容和建模全都焕然一新 身材恶挪多姿 很多人都说想做比比东胸前的红宝石